从小在自己家的那个台球厅里面练球 大家都知道台球厅里面是 小混混多一些 是吧 所以小混混就经常有那种 吹着口哨跟着 哎 美女啊 一起打台球呗 往往打过一会儿 小混混们就会哭脏的脸说 美女 也让我们打一会儿呗 半天了连球都没碰我呢 掌声有请 小混混的客星 潘晓婷 大家好 我是潘晓婷 吐槽大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张绍刚老师在这个节目里的定位 很像台球桌上的白球 开场是他 收场也是他 其他球可以离开 而他必须得在 说得好 最关键的是 还有最关键的一句 每当我一看到这颗球啊 我就忍不住想拿杆怼他 好 飞轮海组合里面 大家对陈玉如的印象可能是最少的 但是他的位置啊 很关键 陈玉如 就是飞轮海的黑匣子 其他成员只要一出事 大家就会马上找他 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那陈玉如也很无奈啊 找我干嘛 我怎么知道 他们起飞的时候也没带我呀 其实啊 陈玉如从小的时候就有当偶像的天赋 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无聊 穿着女装去参加美少女大赛 然后还进了前十名 要不是后来退赛了 人家拿冠军也说不定 可是 自从他加入了飞轮海 人气一路下滑 我相信这个时候他肯定很后悔 我当初为什么要退赛 我如果不退赛 至少我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个美少女 好 李小鹏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他在体笑的时候 很贪玩 一度沉迷蹦迪 暴露年龄了 他经常半夜翻墙出去蹦 这个瘾是挺大的 不过人就这样 还多次拿到了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还有一自己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李小鹏跳 还有李小鹏挂 我就特别好奇 你这动作是不是蹦迪的时候发明出来的 就一进低厅 哎 李小鹏跳 这时候教练来了 蹭一下 上房了 然后李小鹏挂 觉得有点危险啊 这个画面感 要是没抓稳 李小鹏挂 张卫平 张指导 知名篮球解说员 其实运动员到了该退役的年龄都会想 我退役之后我要做些什么呀 我怎么转业呀 我也想过 但我觉得 我不管做什么 我应该不会去做解说 因为我觉得太没有挑战了 任何运动员退役之后都可以做解说啊 周世明 退役之后可以解说拳击 李小鹏 退役之后可以解说这个体操 然后飞伦海 我们陈一如 人家退役之后也可以解说飞伦海啊 对不对 你们团的那些事 我挺想听听的 变八卦了 我跟世明的老婆 然盈盈 我们是很好的闺蜜 别看世明是拳王 其实啊 私底下 他怕老婆 听到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啦 然后我觉得 很合理 因为 世明的比赛都是影影安排的嘛 那如果是 世明不听话 都不用影影亲自动手 直接第二天 安排两场比赛 再不听话 三场 还不听话 四场 世明 恭喜你 马上也有 拥有自己名字命名的 拳击动作 周世明 挂 其实呢 世明是一个 很要强的人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我离开这个舞台的唯一方式 就是 倒在全台上 这话说的 壮烈 同样是运动员 我就说不了这种豪言壮语 如果有一天 我倒在了球台上 只有一种可能 踩着球了 还是花的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今天来的运动员 都是各自领域中的 顶尖高手 我一直觉得 一名伟大的运动员 不仅要有优秀的成绩 还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喜爱他从事的这个项目 推广台球 是我一直以来 努力的方向 我希望大家以后看到台球 就能想到潘晓婷 就像看到拳击 就想到了周世明 看到体操 就想到了李小鹏 的前辈李宁 谢谢大家 我是潘晓婷